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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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金飞席比 骑士以乐福为绝对核心 现有阵容依然在东部具有一战之力 ESPN专家预测骑士新赛季将有可能排在东部第七 乔治希尔 JR 许密斯 科布尔的合同皆为不发保障 骑士可以尝试买断后在2019年夏天 撑出2500万新资空间 2020年夏天 骑士将拥有接近7000万的新资空间 依然能够组建三巨头 勒福提前趋约盘活了骑士的死局 今后的克里夫篮补枪 抑或重建都进退自如 凯文勒福在进攻端完美福和当今的下球三分时代 他上赛季的平均出手 距离为14.9英尺 场均出手 5.6次三分球 三分球命中率为41.5% 他更是靠谱的地位被深得分手 篮下命中率为66.1% 勒福属于进攻半围覆盖半场的内外双线灵巧形得分手 既能以自身射程扮演射手角色 又能高低位持球自主进攻 在无限换防的小球时代 勒福换防外线的防守横移步伐漫 他屡次成为对手持球点锥打的对象 面对勒福的防守 对手在骑士篮下5英尺内的投篮命中率高达66% 他仰米08的身高不空不利 上赛季场均仅送出0.4个盖帽 每当勒福打5号位 七十百回合十分增加4.0分 他的防守效率为109 防守胜利贡献值仅为1.6 在森林郎的最后一季 勒福场局贡献26.1分12.5 篮板4.4助攻 胜利贡献值为14.3 效率值为26.9 接高局联盟第三 他是森林郎的局队领袖和侧应重心 场均拔球线附近出球次数为8.04 助攻率为21.4% 勒福在克里夫拉被简化为 拉开空间的功能性射手角色 以及局部时段的定位单挑手 他上赛季的胜利贡献值仅为森林郎最后一季的一半 场均拔球线附近出球次数仅有2.1次 助攻率仅有9.8% 勒福在骑士的角色定位与森林郎时期有着天让之别 他可能是骑士三巨头中牺牲最多的人 每个夜晚他都在带着镣铐七五 勒布朗的离开也促成了勒福提前去 而今凯文勒福是克里夫拉唯一的领袖 眼前的一切仿佛又重新回到了4年前 他与卢比奥、布鲁尔、马丁、佩克维奇在其部披下了40胜 距离西部第八仍相差9个胜场 但比东部第八的老鹰多2个胜场 现今的骑士至少比4年前的森林郎阵容学历更强 现今的东部竞争阿里明显小于比时的西部 真正考验勒福带队能力的时刻来临了 森林郎时代勒福仅仅是一个数据狂魔吗? 2010-11赛季 三年级的乐福场均20.2分15.2篮板2.5助攻 他场均平下4.5个前场篮板球 三投命中率接近180俱乐部 47.0%加41.7%加85% 他的首发搭档为三年级的麦克尔·比斯利 三十岁的鲁克、李德诺、水祸党眼米丽西齐、菜鸟赛季的维斯利约汉训 森林郎时期胜六十五福联盟垫底 却也在秦里之中 乐福依然决然站在秦室的瓦礼上提前许约 也为了让这个世界还自己一个公道